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回到那个曾经引以为荣的时代 再次深视一下圣唐的背影 安禄山的出场在历史上很有趣 它是和杨贵妃同时出现在唐玄宗的视野里面 所以就是这么偶然 两个毫无相干的人 因为偶然的原因 他们同时登场 最后他们走到一起 变成很好的朋友 演出了一幕喜剧 可是没想到最后 因为安禄山的叛变 这个喜剧变成了悲剧 安禄山毁了唐朝 也毁了杨贵妃的一生 那么安禄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今天关于安禄山的记载 最早的是唐朝人写的 唐朝有一个叫做姚鲁能的人 写了一本叫做《安禄山世纪》 这是现在保存最早关于安禄山的记载 后面的两唐书实际上采用的就是姚鲁能的记载 还有别的唐朝的档案 揉到 揉在一起 变成了安禄山的传 根据这个记载 安禄山他说是 盈州杂种湖也 盈州杂种湖给我们几层意识 一 他出生在盈州 盈州就是今天辽宁的朝阳 在这个地方出生的 第二 他不是一个纯湖 他是杂湖 杂湖怎么说呢 唐朝把突厥称为湖 突厥人 突厥人和别的湖人生下来的孩子 就叫做杂种湖 就不是纯的突厥湖 杂湖 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杂湖人 安禄山的妈妈是怎么跟人家说的 他没有告诉人家他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 他是告诉人家呢 他是一个突厥的巫师 很多民族用女性为巫师 巫师专门占卜的 那么巫师替这个部落求神 这样一个巫师 他去祭祀突厥最有名的山 这个山呢叫做阿洛山 他说他去祭拜山神的时候怀孕了 所以怀孕后就生下的这个孩子 就是阿洛山这个孩子 而且他说是阿洛山出生那一天呢 那是天上出现的异象 晚上是赤光照耀 群兽齐名 所有的野兽都叫起来了 而且可以看到天上呢 巨星的盲智 这个巨星拖着那个非常闪亮的尾巴 这个闪亮的尾巴呢 落下来 落到他住的那个帐篷上面 因此他就把他的孩子就叫做阿洛山 突厥的神山阿洛山 他说这个孩子就这么来 而且他接着才变 他这个事情就轰动了当地 唐朝的地方官一听 有这样的事不得了 马上派官兵赶到这个地方来 说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给杀了 不能留在人间 如果找不到这个孩子 见到孩子都杀了 一个都不能留 省得祸害人间 结果阿洛山的妈妈呢 早早就算出来 她不是巫师吗 会算吗 她算出来 所以早早就把她的孩子藏起来了 这样子这个故事就在 这个 俗特人中间流传了 就是阿洛山有天命 其实呢 这个什么所谓的天命呢 是一个编造出来的故事 我们知道呢 你稍微去学一点突厥语 古突厥语 你知道突厥人里面呢 最常见的名字 经常发一个音叫做鲁县 鲁县是什么音呢 光明 突厥这个很多草原民族的 他崇拜的就是这种光明 所以呢 就以光明作为自己的名字 鲁县这个音 用汉字去套 不就是禄山呢 突厥这一代 就名叫什么 禄仙 都是发这个音 因为这里面汉字不重要 汉字是用来表音的 表音所以套两个字进去 语言学上 我们一破解就发现呢 阿洛山的妈妈呢 实在是一个编织故事的能手 可见她妈妈是一个非常能 能说会道 很会编故事的人 她这个才能呢 也遗传了给她这个宝贝的儿子 所以阿洛山呢 也是一个口才非常好 很能编故事的人 唐朝以后 到了宋朝 有一个著名的史学家 叫做欧阳修 欧阳修写了一部很有名的书 叫做新唐书 成了今天我们研究 唐史最重要的依据材料 新唐书里面 欧阳修就提出了一个说法 和我们看到的 阿洛山的记载不一样的 他就明确地说 阿洛山是 盈州 柳城胡野 本姓康 很重要在这里 他补了一个 他的本姓是姓康 也就是说 阿洛山不是一个野种 不是一个他父亲哪里来都不知道的 他是有父亲的 他父亲姓康 正好是苏特 朝五九姓之一 唐宣宗时期呢 实行边疆开放的政策 在盈州这个地方 召集胡人来经商 边境贸易城市 横川整个草原 善与经商的是一种叫俗特人 这个骑马的民族 他把东部的丝绸运往西部去 所以中国的丝绸传到世界 他们起了很大的作用 再把西部的很多 我们喜欢的香料 乐器 艺术品 传到中国来 所以成了一个草原 往来与草原的经济文化的使者 特别善于经商 这种俗特人呢 他们的方言讲的 主要是伊朗系的方言 在中国境内 主要分布在新疆这一带 新疆这一带呢 唐朝称他为朝五九姓 朝五九姓里面像姓康的 姓史的 姓石的 姓安的 姓曹的 这些姓呢 就属于朝五九姓 总共有九种姓 安露山的妈妈是个突厥人 和苏特人通婚 生下安露山 而他的活动的轨迹 主要都在苏特人部落 他妈妈呢 姓阿史 他父亲很早就不在了 所以他妈妈带着这个 安露山这个孩子 最后就改嫁 改嫁给了一个突厥的将军家 姓安 改嫁到这里来 以后呢 这个安家呢 又破落了 破落以后呢 安家的侄子 带着安露山母子 跑 跑到什么地方 跑到兰州去 兰是这个 上面一个山 下面一个丰的兰 兰州 到兰州去投靠 另一个姓安的亲戚 那么这个子子 带着安露山母子 以长途去投靠亲戚的过程中间呢 就和安露山接拜为兄弟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安露山就正式 把自己的姓改为安姓 所以我们就知道 实际上安露山的家呢 是 俗特的一个 有名望的家族 和突厥的一个身份 相当高贵的阿史的 这个家族的通婚 不同民族的通婚 生下的孩子 只是安露山的父亲 很早就死了 死了以后 他妈妈像拖油瓶一样 拖着安露山 在俗特人的部落里面 游荡 改驾 随着到处去辗转迁徙 这个迁徙的过程 对安露山来说 是从小读的第一所学校 这个学校呢 对安露山的性格的长成 非常的重要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间 这个童年到少年 对他的性格影响非常大 我们可以去分析 安露山的性格里面呢 有几点 他是不同民族混血的孩子 这样子呢 他从小对不同的民族 都有亲身的经历跟感受 这不是一般的人能够理解的 所以他很懂得各种各样的胡人 他就很善于和各种胡人打交道 很知道他们的习性脾气 很会和他们打交道 这对他是一个 对他后来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第二个 他既然是在两种民族中间 所以他很小就懂两种语言 懂苏特语 懂突厥语 这小孩子是聪明 天分很高 所以他就在胡人里面转 他各种胡语都学 有一个记载 说他懂六种胡语 用今天说就懂六国外语 还有一个记载说 他懂九国外语 我相信他懂的胡语 肯定在不低于六种 很可能是九种 各种胡人 他都能打交道 所以唐朝是一个五湖四海的朝廷 各地来是伊朗的 印度的 中亚的 各地的人都寄居到边境的城市来 在这里面需要有懂外语的人 给他们当翻译 阿努山外语的经历 使得他在胡人中间游刃有余 第三点 阿努山从小跟着他妈妈到处走 一个托儿带女的 丈夫死去的女人带的孩子 不会有太好的待遇 经常招人白眼 所以也吃了不少苦头 这些苦头造成阿努山的心理 我觉得他的心理有几个方面 一个其实他的内心是孤独的 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是很孤独的 也是很自卑的 同时呢 他对别人的幸福 他是充满妒忌的 妒忌孩子难免要去抢 所以他的性格又有非常残暴的一个方面 有抗争的一个方面 还有他这么小孩子被人家欺负 他只能忍 所以又忍的方面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性格组成的 然后在这个非常艰苦的环境中要求生 所以他什么事情都要用脑子 我们后来说他特别狡诈 因为他小时候的经历 所以他长大以后 他的才能得到发挥 第一条 他语言很好 各种语言都懂 所以就当上了一个职务 叫做诸番护士牙郎 诸番就是各种胡人 护士就是做生意 牙郎就是翻译中介 所以他就当起了边境贸易里面翻译中介的活 这翻译中介这个活呢 他就是游走于各方 然后靠着嘴巴把这个中介来中介去 从中捞取利益 就这么一种人 花言巧语的 但是这些特长在牙郎里面很多 你一看就是个奸诈的人 安诺山不同 安诺山的聪明在哪里 他长得非常的魁梧 粗壮 他充分利用了他的相貌 所以呢 他经常用他的这种没有文化 粗壮来显示他的耿直 仗义 大着上门 说着那些仗义的话 说着那个无边无际的 为你两肋插刀的话 配着他的身材 讲了你不由不信 是靠着这一条 他几乎是百战百胜 但实际上呢 人不在的时候 坏事可没少干 偷鸡摸狗 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他都干过 所以他一生呢 凶险也始终伴随着他 而他的命就是那么有趣 每一次的凶险 都给他带来一次 飞黄腾达的机会 一次偷洋的经历 去让安路山遇到了 他生命中的第一次转机 命运从此改变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圣堂的背影之 安路山起家 童年的经历 扬成了安路山 奸诈残忍的信客 贸易的经历 更让他学会 事事用心 手段夺端 唯利是图 善于揣摩人意 深刻了解 人性贪婪 无度的阴暗面 为了生存 他可以不择守观 为了生存 他可以投机取巧 巧取豪夺 没有教养 举止粗鲁 却内心狡诈的安路山 却有着憨厚梗直的外表 为人留下率真可靠的印象 就是这个安后梗直的外表 成了他屡试不爽的救命稻草 他出道的第一件事情 当鸭狼回家 路上一看 一个龙家 门没关 里面有羊 多好 这羊偷了 回去就宰了 今天就有肉吃了 所以就去偷了这个羊 没想到这个偷羊的过程 羊叫了呀 羊叫了以后 主人听到了 出来好 活着了 小偷一个 唐朝在这个时候 法律很严格的 对小偷小摸 处罚很重 你偷羊 羊的价值不菲 所以小偷是按照你偷盗的价值来判罪的 再加上边境从严治军 这里营州这个地方是叫做张守规 以引力出名 所以这小偷抓来 审判 按照这个法条 判他该死 棒杀 所以安路山这条壮汉 就绑得像螃蟹一样的 人家拿着棒子 就要来把他打死 安路山一看没法逃了 大喊大叫 你们不是要消灭西大汉吗 不是要消灭西吗 你们为何杀壮士呢 在拼命的喊 张守规在坐在那里建展 看到人家要杀头了 个个都摊成一团 只有这一个人古怪 不是摊成一团 他在那喊 而且喊的还是打西丹 打西 都是国家大事 这个什么 一个小偷懂什么国家大事 拉上来 看看 然后戴上来 一戴上来 安路山发现 有转机了 有机会了 一上来以后 那是痛哭流涕 对他的这个偷盗行为 悔过 然后呢 说他愿意为国家去冲锋陷阵 将功折罪 他宁可死在胡人刀下 都不愿意死在这个棒下 侃侃而谈 张守规没见到这种人 一看有趣 一听也有道理 张守规从别的地方调到迎州来 当街度使 就是迎州军区司令 他很苦恼 他上了以后 他发现这个地方呢 老是被这个七丹西侵扰 然后跑进来抢掠 官兵对他们没有办法 所以要治他们呢 应该让胡人去打他们 胡人懂得胡人 知道怎么治他 眼前这条汉子不就可以用吗 一想 转机来了 放了他 放到军前去 让他 按他说的 让他戴罪立功看看 让他去干一干 省得杀掉一条好汉 好 就这样子 他逃过了一条命 不但逃过了一条命 他还成为 张首归 帐下的一个小兵 不但成为小兵 而且是成为张首归 记得住的人 这不容易 我说他这个 命真的是 与众不同 张首归是何等人物 张首归按用 今天的话说 就是大军区司令 大军区司令 统兵 几万 几十万 哪里记得了 这么一个小兵 这一种人 竟然被安禄山给 巴结上 所以张首归呢 留在军前 就让他去干一个活 让他当桌生将 什么叫桌生将呢 其实相当于 我们今天的侦察兵 侦察兵 带几个战士去 去试探一下 七丹的情况 顺便呢 摸几个哨回来 俘虏几个 我们知道 安禄山起家 能够转 微微安 就是能善于偷鸡摸狗 鸡狗都能偷 这个抓几个七丹 也差不多 所以呢 他真的是 每次去都没空手 而归 带三四个人 都能抓七八个回来 带七八个去 就能抓一二十个回来 每次都抓 都成功 他太了解胡人了 太懂了 所以这样子 他就提升上来了 和他搭档 一起当桌生将的 是另一个人 叫做史诗明 安史之乱 安和史 史诗明 史诗明这么巧 跟他一样的年龄 生日比他小一天 他们两个一起立功 一起提拔 后来一起当军区司令 这么一路上来 安禄山立功 张首归开始心疼他 张首归一看 安禄山这个人身材魁梧 食量特别大 放到部队里面和战士一起吃饭 他担心他吃不饱 能打仗的 这些百战百胜的将军 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 爱兵如命 所以他就想要怎么给安禄山特殊的关照 这个要史诗有名 所以他干脆就认安禄山为羊子 安禄山真是命大 这个偷羊 则现在成了军区司令的羊子 让他跟着张首归一起 可以吃饱饭 吃饱好去打仗 立功 当上了羊子 当上羊子以后 安禄山就 羊子的样子就出来了 安前马后 跑的可叫做琴 不但是安前马后 帮他处理许多事情 后来干脆连张首归的私人生活 他都帮着料理 所以晚上端着大盆的水 替张首归洗脚 这个北方晚上烫脚很重要 特别是冬天 烫个脚 浑身发暖 这是最让养父高兴的事 安禄山是抢着干 晚上端着大盆的水 给养父洗脚 一洗呢 张首归看什么 安禄山洗着洗着就不洗了 眼睛直登登地看着他的脚 他的脚上面呢 长了一个黑质 安禄山就拼命看着这个黑质 那么张首归就问他呢 笑 他说这个黑质是我的富贵命所在 你有吗 安禄山就说了 他说我不信 我脚上也有 而且我两颗 字比你还大 字上面还有好像一样文字一样的文 张首归说那你脱下来我看看 他裤子脱了给张首归看 果然两颗黑质上面还有这个红斑像文字一样的 哦 张首归看了这叫做奇了 唐人呢 挺相信命的 这些当官的很多人都会去兼学一点像书 学点看命看相 诶 张首归觉得他会看 诶 这个不得了 其实呢 我们今天都知道 所谓的黑质 是我们体内的黑色素 这不是什么好命 不是什么好东西的 黑质能挑掉 趁早挑 不挑的病变就是皮肤癌 今天的人怕黑质怕死的 可是当时的医学没有进展到这一步 所以身上有黑质 都视为一个像好运好命所系 所以张首归呢 就认为安禄山有命 更看好他 更看重他 酒鬼酒富玉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安禄山失败仗后 暗律当杀 首席宰相张九龄 多多逼人 安禄山又如何脱险 玩家讲坛正在播出 盛唐的背影之 安禄山起家 安禄山外表汉后 又惊鲁狐语 这些特长 让他很快就展露头角 张首归也越发喜欢 这个粗鲁的安禄山 一心想提拔他 不断地带领他 去打气单和西 到开元22年 张首归就带大军出击 打了一个大大的胜仗 把七单和西打得很惨 大胜 大胜呢 押着大批的葫芦回来 张首归很高兴 把这些葫芦往朝廷里送 那唐玄宗可叫开心 唐玄宗这个时期呢 边疆的湖族强大起来 整个国防的压力非常大 各地设军区 军费吃紧 养了这么多兵 没有多少战功 现在张首归打了一个大神仗 把这个七单赶得远远的 非常高兴 所以唐玄宗在京城呢 亲自接见张首归 赤宴和他一起吃 赴诗 为他赴诗 写诗赞扬他 升他的官 把他升一个中央的高官 当然是挂险 不是说到中央去当官 挂一个大的险给他 所以非常的风光 张首归呢 很讲义气 这个人真的是很不错的人 他在享受风光的时候 他就想起 能得到这么大的功劳 并不是我张首归有本事 是我下面的将士用命 所以他就向唐玄宗讲 提到 特别提到的安禄山 说安禄山怎么英勇善战 让唐玄宗呢 知道有一个安禄山这样的人 张首归呢 抓住很多机会 向朝廷推荐 安禄山 每次战报 都要把安禄山的名字写上去 这个功都是安禄山立的 一直想称安禄山 把他称上去 但是呢 事情就是很微妙的 中国一句话 说得很好 叫做祸兮福所依 福兮祸所福 就是这么回事 张首归是拼命在推荐安禄山 是福嘛 福兮祸所依 其实给安禄山带来的 反而不是福 还可能是祸 怎么说呢 名字报上去了 朝廷慢慢都知道 有一个安禄山了 唐朝有个规矩 地方官 定期要到中央来述职 或者是你自己亲自去 或者是派你的部下去 去述职 去汇报 好 张首归给安禄山 创造一个机会 让安禄山去中央述职 让安禄山渐渐市面 渐渐这个首都 宏大的市面 安禄山去 当朝主政的是张九龄 这个宰相 张九龄在唐朝当宰相 都是文化非常好的人 张九龄写了一句诗 可能大家都能背的 叫做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这个诗写的当时轰动啊 名气有多大 文明多高 而他又是出生在一个什么呢 非常偏僻的地方 出生在广东 韶关这个地方 岭南 这个岭南广东人啊 福建广东人要到京城来当官 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 比任何地方的人都要难 第一开发的词很偏僻 第二呢 讲的那一口话 人家都听不懂 对吧 带方言口音 他就这样子通过他的政绩 通过他的文笔 一步一步升上来 唐玄宗向全国招文士的时候 他写文章 写了唐玄宗一看 好 用了他 他遇到的宰相张月 非常欣赏他 也向唐玄宗推荐 就靠着他这一些才华 一步一步提上来 最后当上宰相 所以他的历练很多 他这个人 基层到中央的历练 使得他养成一个习惯 他非常善于 洞悉事情的真相 辨别真伪 看每个人是真的假的 有没有谎报 在中央当官啊 一定要懂得识别 有没有谎报 地方官很多事情 他要编的呀 他就能够看得出来 所以张九龄要 地方来的官 汇报工作 直接向他汇报 他要听 他不但要听 他还要看 看你的举止 看你说话 看你的神情 来判别你这个人 是真的假的 好 安努山来了 安努山来了 他就眼睛盯着这个大汗 不是有这么多人推荐你吗 你这么好 我今天要好好端详你一副 看 安努山呢 很能说话 他也不怕 在那侃侃 他好像很谦虚在汇报 但是张九龄内心 一阵一阵的凉气升上来 他觉得眼前这个人呢 这个恭敬是装出来的 不敬意的时候 他闪现出的那个眼神 是桀骜不驯的 所以这个人呢 内心跟他的表现是不一致 他感觉这个人不能用 而且这个人呢 能这样掩饰自己 将来不得了 要翻大浪 所以张首归的推荐 是给安努山带来一个祸 让宰相认为 这个是个坏人 出来以后 张九龄就跟身边的人说 说了一句什么话呢 乱忧州者 逼此胡也 将来乱忧州者 就这个人 所以张九龄记住他 这个人不能用 所以好事跟坏事 是不断在转换的 安努山高高兴兴的 汇报成功回去了 很风光 京城大场面也见了 他不知道人家宰相 已经记住他了 不是好的印象 这么巧 安努山的命 就撞到了张杰林手里了 马上就撞上了 马上就来了杀身之祸 酒鬼酒赋予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在安禄山崛起的道路上 还有三条中南捷径 为他打开了仕途之门 他们分别是张立真 唐玄宗和杨贵妃 进行关注系列节目 圣唐的背影之 妖宠唐玄宗 张首辉可以说是 安禄山生命中的 第一个贵人 张首辉的特殊地位 成为安禄山 在政坛崛起的中南捷径 每次上报战空 张首辉都不忘 报上安禄山 使得安禄山 虽然人在边疆 却早已明文朝廷 但是张九龙的态度 对于安禄山来说 显然不是好事 被打得远远的七丹 安静了两年 两年以后又来了 这时候张首辉还是坚持 他的初级的作战 让安禄山带军队去打七丹 安禄山已经打得习惯了 他打七丹从来就没输过 这一回带大部队去 更没有输的道理 干脆就冒进 直扑七丹覆地去 结果这一回还真被人家打了个埋伏 损失惨重大败而归 按照唐朝的军阀 你不是打仗输的 你是轻敌冒进 你是指挥失误 所以指挥官问罪 唐朝这个治军法律是非常严格的 张首辉是以治军言出名 所以安禄山按条例当死 没什么好说的 张首辉也保不了他 可是张首辉不忍心杀他 觉得这个人可用 所以他想了一个办法 写了一个奏章 他不处他死刑 他就能杀了 他不杀 把这个事情上报中央 让中央来裁决 写了一个奏状 汇报 如实汇报 他希望这个奏章能够传到唐玄宗那里 能够让唐玄宗看到这个上奏的时候 想起安禄山这个人 不是履历战功吗 能不能将功折罪 放他一马 他是怀这个心想救他的 一个巧妙的救法 就这么 他不处理 送上去 送上去以后 张首辉还觉得心里不踏实 他总觉得如果批下来 是要杀他 安禄山就死定了 没得跑了 能不能再救他呢 他马上就想起另一个办法 马上派人 说把安禄山押送到京城去 到京城去处理吧 要杀也皇上在京城里杀 其实那安禄山在京城还有点活动的余地 有没有点人脉 跑跑关系 押送进去 去了 果然不出张首归所料 这个上奏就到了宰相手里 首先是首席宰相张九龄 一打开一看 安禄山犯罪 提示 这个西朗居出军 必诸装甲 孙武行令 意展功并 首归军令若行 陆山不宜免死 他举了古代例子 孙武练兵 不就是把不听话的 功力开刀问斩了吗 所以按照法令 安禄山不能免死 而且再发一道 他怕安禄山没处死 再发一道赶过去 说安禄山 禄山等轻我兵威 成不审调 制令损失 以其救诸 必须杀 请既行行军之法 和 你杀他杀对了 张九龄觉得张首归把他杀了 没想到没杀 安禄山送到京城来了 到了京城 张首归的期望 实现了 转机来了 这个奏章果然被唐玄宗看到了 唐玄宗想起了安禄山 这不是老立功的安禄山吗 所以 彼此 免他一死 所有之物剥夺 带罪立功 变成一个 士兵去立功 听到这批事 张九龄是一个 古梗之城 他马上就去找 唐玄宗 说不行 这个人不能留 一定要杀 玄宗说 为什么你非要杀他不可 他说我看了这个人的面相 这个人将来是个乱种 不能留 唐玄宗能能地说了一句话 说你不要因为王以福 时乐 你也就跟着看样 以相书要杀人 以看面相 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五福十六国时期建立 后照的这个接触的领袖 叫做时乐 时乐年轻的时候 到京城里面去做生意 遇到了当时的大名士王远 王远跟他一碰面 眼神一交换 发现这年轻人眼神不得了 回家一想不对 派人说 马上把这年轻人抓回来杀了 这个人是个乱种 结果派人去了 时乐已经不见了 后来时乐果然带兵起来 建立后照 这就成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我们跟人的交往 看你的眼神 确实能够看出你的真伪 你的内心能够反映出来 但就此就说 你就将来一定会叛变 你一定成乱种 这个未必是太讲算命了 太过于违心主义了 只是说他后来应验了 人家就把他当真 来这么说 那么唐玄宗不认可 所以唐玄宗就批评张九龄 张九龄没有办法 所以安禄山呢 这一回又实力逃生 真的是实力逃生回去了 所以他每一次的危机 对他来说 都变成了一次转机 这一次转机呢 看起来是最危险的 反而对安禄山来说呢 是收获最大的 怎么说呢 让皇上记住他呢 他这条命是皇上给的呀 所以这一件事 不是简单的安禄山实力逃生 而是他的前程的大门 从此被打开了 之后就是他的平步青云 那么我们下一集接着介绍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